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今天是12月4号,这是今天大新闻主持人陈小平 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来自中国的吴强博士 另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媒体评论员 纪硕明先生跟我们一起讨论四个话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上呢 第一个话题的题目就是 官媒解密习近平的终身制 他可能要干38年 怎么会讨论这个话题呢 那么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至习近平 修宪以后,他究竟要干多久 一直就没有答案 那么这个事情呢像紧固咒一样 即啊这个 紧紧的照住习近平 习近平前后 好几次 对外国人说他不想干终身制 那么 你不想干终身制 你到底要干多久 还是没有答案 因此呢 这个话题 几乎从他休闲那天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停过 那么最新的这两波呢关于 习近平要干多久的呢 一个是这个中央党校谢春涛 他说这个领导人 这个接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呢 也是语言不详 那么 最新的一个动态就是 这个 官媒啊 我们叫官媒啊 就是求是 19年第19期 发了一篇文章 作者是谁呢 是党死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 那么这个人呢把中共的这个历史呢 分成四个阶段 从21年 以来的历史到现在分成四个阶段 虽然不到现在是到2049年分成四阶段 第1个阶段是 是什么呢 叫革命阶段 那么第2个阶段叫什么呢 叫建设阶段 第3个阶段叫改革阶段 那么第4个阶段叫什么呢 叫复兴阶段 那么 第4个复兴阶段是怎么算呢 就从习近平上台 一直到 2049年 那么 虽然他在文章中说 习近平新时代的跨度38年 但是啊 不见得习近平 就要干38年 所以说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解读一下 这个最近这个官媒啊或者官方人员不断的就这个问题发表 一些看法 发表文章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压力三大 请北京的 吴强博士请你先解答 压力当然是很大 当然这很大 我们还待会儿还细细说 从因为去年的修宪 对党内大多数人来讲 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个 突然袭击式的一个 废除终身制 那么 两条路线斗争 等于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习的路线 就全面就是叫做图穷避线 那通过这种突然袭击的修宪就暴露出来他的真实的目的 过去六年 就是修宪前的六年到底是 为了什么 原来 大家明白是要 废除领导终身制 废除改革开放 期间 邓小平所定下的最重要的一个 政治的 规矩 那这个政治规矩被废除 在前六年的党内斗争之后 那几乎没有什么 党内力量 以及党外的力量 能够阻止他 一直的连任下去 然后我们看到 党内外的反弹 包括国际社会的反弹 才慢慢开始 我相信国际社会的反弹 其实也远远要比国内社会的反弹要大得多 然后 通过贸易战 通过 各个方面的国际压力舆论的变化 才开始唤醒 中国 政治从高往下 其实实际上这个是 很有意思 应该是说从中往上 从中往下 因为接触这些资讯的 接触这些国际压力的 主要还是中国的 中间的经营 中产阶级 经济方面的 这些 新富起来的人 或者说这个职业经理人等等 他们 通过股市 通过国际媒体最先感受到 这种 内外的环境压力的变化 然后我们看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最近我们上周曾经讨论过的 像经济学家 向松作的 这种演讲 其实在经济界 对民企业家来讲 这种中间阶层 他们的感受 是最灵敏的 最明显 然后通过他们向上向下 在传达这种 反应 这个反应 在中国的这种 一个已经 被镇压 被整肃了 六年的环境里头 反应 我们要 不要期待太快 但它却是一直在发酵 一直在 在生长 这个才是 最近这几篇文章相继出台的原因 我相信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 当然和市中全会的结束 落幕之后 也可以开始讲讲接班人问题了 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机 就是说重大问题讨论完了 市中全会有一个共识已经达成了 然后终于可以讨论一下 有没有接班人 要干多久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实际上 在不管 对党的历史怎么分期 实际上从党建立 一开始就困扰着中国共产党 从一大到十九大 这个问题 其实从来没有终止过 没有中断过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党史学家 初来试图简单的用四阶段划分 来为连续 甚至终身执政 提供合法性 就在我看起来 在任何党内的官僚看起来 在任何熟悉党史的人看起来 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 很牵强 换句话说 第一阶段 建党时期 我们说这个 或者说革命时期 党内的领导人 这个更迭 从一大到七大 我们知道 一直是在换 一直是各种各样的斗争 49年之后 这个所谓建政时期 毛的个人地位 也一支 并不是那么稳固 有刘少奇的 这个竞争 有文化大革命 为了这种个人权利 带来文化大革命 这样全国的动乱 至于改革时期 我们看邓小平 他的个人 作为第一代的革命家 他的个人寿命是有限的 然后才开始了有序的一个 虽然很残酷 但还毕竟是有序的一个党内的 一个领导人的交接 那么这种党内领导人交接 这个实际上是维持了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生活 也是维持了最基本的 最表面的一个共和制 尽管这共和制 我们知道一旦 我们都学政治学的 如果领导人是采取终身制的话 那么这个共和就被否定了 就不是共和制了 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 极其根本的一个国体的问题 而不是说一个党的领导人的接班的问题 所以现在如果说他一旦 破坏了这种接班的规矩 这种秩序 试图要终身制的话 无论通过什么角度 通过这种牵强的党史划分 还是通过未来的这种任务挑战 需要一个坚强核心去应对的话 其实都是这么主要 它意味着共和理想 这个共和理想 不管怎么说被扭曲被歪曲 仍然还是现代国家 现代政治的发展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所谓底线 因为现在共产党也是很讲底线示威 这是一个底线 如果一旦终身执政 实际上就意味着是一个君主制 这是对共和制的一个最大的践踏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底线到底在哪里 如果说连这个共和的底线都不要的话 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政治还有没有底线 所以我相信这么一些解释 这些人要不然不懂党史 要不然不懂政治 也可能都不懂 也可能都不懂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回避了一些最基本的国体的 回避了党史的历史的问题 也回避了国体的问题 回避了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常识的问题 那就是把人当成小孩子来玩 这个您是学政治学的 你上次那个谢春涛在解释这个废除这个终身执政 他就说德国 日本的他们的领导人没有限制 对不对 他们的总理没有限制 他用这个来为这个修现变故 不因为这些东西发生改变 因为他是不断地通过几年的选举以确认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有一个竞争的存在 他们比如说像梅克也不可能存在终身制 但是他有一个长期在内阁制情况下 这种相对于美国的总统制来说 是更民主的一种体制 更接近于理想的 我们说达尔 我们都了解 这就是我们的最经典的 他最接近于多头民主统治下 这种内阁制 在受到拥护的情况下 不断地得到确认 这种长期执政并不是君主制 对他的各种的制约限制 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考验他 这个不是君主制 这是没有人能够否定说 美国 英国 德国这种 美国不用说 没有人敢否定说 像德国 英国这种内阁制 它已经不是共和制 它是君主制 当然英国我们是君主立宪 这个情况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即便这种情况 也没有人 它不是共和制 因为它是君主立宪 但是像欧洲大陆 这个大多数国家 除了君主立宪的国家以外 这种共和制 基本的民主 是没有人敢于否认的 这种共和的精神 也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东西 似乎现在中国有人要反常识 要反几百年现代化的进程 这个我相信人民慢慢的也会在像认识华为一样的 也可能很长期才能认识出来 也可能很短的就意识到问题不太对 我先到这里 这个 取这个 取清三的这个文章啊 很有意思啊 他就讲习近平时代38年 他没有说习近平要干38年 所以说我们标题叫他可能要干38年 那么虽然这个可能是从什么来算起呢 从习近平2011 从那个12年他上来开始 那么呢后面他有句话说要留意的是这个新时代的长度并不等于习近平的任期长度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政治是人在阵地在,人一走就查量了 我们可以从上数邓小平 再往后数江泽民对不对呀 慢慢的他们的政治遗产慢慢就飞灰 湮灭了 所以说这个季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啊,因为上次你好像也点评过 就是说 这个终身制的问题呀实际上是党内的一个 没有答案的一个东西 意思导致谢春涛不断的要出来讲话 那么谢春涛讲完以后,马上这个 曲先生又出来讲了 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 会不会是一种安排啊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在 几年前 那个 修宪的时候 要废除 就是18年 就是18年 对 认其制 要废除这个 这个限制这个认其制的时候呢 社会上有一番 议论的 党内是不敢议论的 那个社会上 我想 那个明镜那个时候议论的也 也非常激烈 那么但是呢 过了这一两年呢 就是 尤其是 19大以后啊 那个 慢慢慢慢有点消停了 但是最近呢 这个任期啊 五年制的任期 过半了 过半以后呢 大概也就 还有两年 就现在又把这个事情 开始主动的提出来 外界我想 连明镜都 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了 就你要终身制 你就终身制吧 谁也阻挡不了你 而且习近平刚才 小平尼讲了 他讲了几次 他不会搞终身制 那么 终身制是个什么概念呢 那毛泽东是终身制 那邓小平说 他没有终身制啊 对吧 那个叫什么 江泽民 胡锦涛 就按照邓小平 当时 当初这个 定下来的这个规矩 对吧 那个就是 两期的这个 任期嘛 就是十年的任期 那现在他如果说 不做十年 他做二十年 他也没终身制 所以这个呢 是不是终身制 要他做完以后 才能下定论嘛 变成这样 那么如果今天他讲 今天那个曲先生讲 讲的 这个从原来上一次 那个 党校副校长 讲这个 接班人已经解决了 那似乎就是 好像 不是终身制 那接班人 但是他又讲得很 很含糊 语意不详 他就讲 所有的干部 都是中国 严格考 考察 久经考验 谁都可以接班 大概就变成 这么一个意思 他没有具体讲 怎么接班 谁接班 还是一个整体的 来讲干部的考察问题 那这一次呢 又讲了一个 年限问题 对吧 那个 这个 他是讲的一个 新时代 就是这个新时代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 一个代名词了嘛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他讲了这个新时代 是38年 那么如果说 持续38年 是从18大 2012年开始 那么持续38年 那就到 2049年 那那个时候 习近平高寿 97岁 对吧 那么如果说是 从2017年 习近平思想 因为他讲新时代 新时代 最终写入党章 那是 这个习近平思想 最终写入党章 是2017年 那那个时候计算 那么到 2049年 习近平是 102岁 那么这么长寿 随着医疗条件的发展 和亲全国的 医疗科技力量 也许也能做到 对吧 那么如果说 一直执政到那个时候 那是叫做终身制 对吧 领导人终身制 那现在他说 他不到那个时候 他打破原来的 10年规矩 他做20年 那是不是终身制 这是不是党内能够接受 这个是真的玩味的 是在玩一个文字游戏 对吧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里边 有几点我们可以思考的 那他现在讲的是 新时代的这个持续的长度 而不是习近平执政的持续长度 他就是避开了 大家在讨论终身制的这个问题 那么新时代持续38年 在这个长度呢 他没有明确讲 是思想精神的长度 还是执政任期的长度 那么因为从2018年修宪建议 删除了国家主席 副主席的连续任 这不得超过两届的限期以后 那么在持续执政 在理论上已经没有障碍了 对吧 他已经没有这个法律上规定 他不能持续执政 所以说现在中国法律上就是终身制 对法律上可能 这个在理论上是没有障碍了 所以呢 就是以这个92或者说102岁高龄 执政这个在位的话 都是已经是一个中外奇迹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以习近平时代的思想和精神传承 持续38年 我想这应该也创造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伟业的治罪了 因为为什么呢 文章当中啊 他是把21年建党到49年建国列为28年的革命时期 时代 49年到78年这29年是建设时代 到78年到12年这34年是改革时代 那以后的38年呢 是称为复兴时代 那么这个呢 他又把它称作为是一个从救国 信国 复国到强国 那么在所有这四个世代 这38年是历史最长 那又是一个治罪 那么如果从以上第二类分析来看 38年直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走向世界强阔之力 除了这个习近平啊 这个我想那个 还应该有他的自认者来共同完成这些使命 他如果说 那个不是一直做到97岁或者102岁的话 那么关键就在后面 自认者是什么时候来自认 另外自认者能不能不折不扣 没有修正的 更不会否认前任 前任就是习近平的思想精神 这个才是关键 对吧 你这个38年的任务能不能完成 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那个邓小平 在他虽然他没有当总书记 或者国家主席 在他这个主政的过程当中 那段事件实际上是否认了 否定了那个毛泽东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理论 对吧 那个后认否认前任 这个在党内也是很 那个很普遍 常见 那么现在这个38年 对吧 那个会不会出现这个也是关键 这个是他要选一个能够理解他 能够这个贯彻他 这种思想精神适中的这个接班人 所以他会说他考察期都会很长 对吧 那个所以 一个节点就是2022年嘛 对吧 那个十九大完成 那会是一个什么解决 这可能是一个四末以待的一个基点 基点小平 好这个 曲青山的这篇文章啊 你刚才已经解读了 就是从四个阶段划分的话呢 习近平新时代啊 我们的和平相当叫习近平的联号 应该是跨度最长的 我记得川普说过一句话习近平是200年以来这个最伟大的领导人 估计啊 这个四个阶段的发疯啊也就是200到200年 所以说那么习近平时代跨度38年创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呢 他超越了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位这个政治领导人 因此的习近平是200年来第一人由此建立了 那么从这一点看我想问吴强先生他是不是一个拍马屁之作 我刚才讲过这篇文章的论述 是既不懂党史也不通政治学的或者说过去2000年或者是2000多年政治史的一些基本的经验原则 那么我们从最近几百年的 比如说从马基亚维利以来到现在过去500年的人类的政治史 近现代政治史来看的话 某种程度上他是在为习的连续执政 终身执政在做一个初步的阐释 这初步阐释指的是他在肯定过去七年习所做的一切的所谓顶层设计 这些顶层计都是在为一个他要终身执政的一个立线做准备 有一点像袁世凯当年 但是比袁世凯做的要远远要充分的多 似乎是吸取了他的教训 从国安委的设置到各种围绕个人集权的制度的重新的建构 党政合一到国有企业的强调到我们看这个最后的修改宪法 党政军大权及一身等等 实际上在过去七年我们看主要的工作 所谓的顶层设计的制度的改革 这就叫深化改革都是在为一个终身执政做一个立线的准备 这是他从这是中共领导人前所未有的 在过去七十年以来强调宪法的一个主要原因 只不过这个宪法看起来并不是要行宪政 而是要为君主的立线在做准备 所以他这个君主当然不是君主真正的 他不会承认是君主 但是他似乎是在做一个所谓党主立线 中共已经谈了很多年的党主立线 只不过这个党是由个人来代表的 是由党的领袖来代表的 那这个党主立线实际上就是领袖立线的这么一个模式 我相信未来他们还会写更多的阐释的文章 来为这个做准备来肯定和总结过去七年的这么一个党主立线的历程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 从中国过去五百年或者说从欧洲过去五百年的政治历史来看 它又不太像是要实行一个终身制的一个 类似君主的一个长期统治 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在马基雅维利时代就讲得很清楚 我记得他的君主论以及类似的相关的著作里面讲得很清楚 如果君主要这么做的话 他有很多公共的责任和义务 这个当然我们看习似乎也在做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马基雅维利我记得他讲过 要实行仁慈的专政 可是到目前七年为止 我们看到以及他未来 我们最近的市中全会所结束的这个种种的信号来看 并没有行仁慈的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他要搞专政 或者说他要搞专制 其实起码他要另外一方面要实行一种仁慈的统治 但是我们看无论是对新疆 还是对香港还是对内部人民 这个仁慈这一点我们都很难看到 所以这个如果说要实行一种严厉的专政的话 这个并不像是做长期终身执政的准备 这是有相悖的 从任何两千多年的人类的认识来说 这都是相悖的 一般人都明白这个是能要实行严厉专制的话 这个政权寿命也不会太长的 会把这个国家政权带到沟里去的 所以这一点我又觉得又不可相信 似乎他在为未来的接班人 在做一个扫清障碍的准备 才实行一种严酷的统治 而不是一种仁慈的专制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现实政治层面上的 我们看过去一年多修宪以来 就有我们刚才谈过第一轮谈过 就党内外各种反弹批评压力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对中国态度的迅速的变化 他的个人 我们知道如果是君主的话 如果是专制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君主之间 这个是中世纪之后 全欧洲国家君主都面临的共同问题 就是国家之间就是君主之间要搞好关系 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个 并不是君主之间搞好关系 反而引起了跟民主社会 跟民主领袖的各种的猜忌斗争 甚至是要搞伟大斗争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他也是在跳出一些基本的 2000年的人类的政治经验 并不是说要准备跟全世界的国家的领袖 当然是现代民主国家领袖 做一个友好的相处 反而是在引发各种各样的紧张 那么这种紧张在未来还要持续30多年吗 过去已经7年了 至少还持续31年吗 我很难想象这样一种冲突紧张一直能够持续几年 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好了 这个话题呢我们不多谈了啊这个 因为是一种分析啊这个而且呢 从官媒 发表的这些信息来看呢 他们试图在回答 这个党内或者民心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然从现在来看呢 他这个回答啊并不是最终的答案 那我们呢就是说通过今天这个讨论呢啊 实际上是 对他的最新的信息呢 进行了一方解剖 那么 吴强先生 那个觉得这种信号是一种那个 废共和啊 行君主制的一种信号 但是呢从欧洲的历史来看 这个君主制的历史来看呢 他又 又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内容在里头 那么这个 季先生呢 他就解读了这个四个阶段里面的 习时代的史无前列的这样一种分量啊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好了 这个话题我们就话句号 感谢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啊感谢来自香港的季说明先生啊今天参与今天啊大新闻 给我们解读啊 官媒最新文章关于终身制的解读 我们下次 下个节目再会 这种问题 就会